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人生一晃,年轻不载 在马来西亚,一定要学好马来文 我的马来文不好,几乎亏了我的一生 看完这个视频,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故事 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让大家少走远网路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比较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我曾经在马来西亚永久居民的经历 再回顾一下这30年,我个人的感受 很多朋友都有遗迹外国的想法 或是带孩子到国外留学 又或者在海外度过一个退休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都在找寻一个少有天灾人祸的国家 来享受更好的生活 在亚洲区里面,我们可以考虑的东南亚国家 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 年轻时,我曾在新加坡求学和工作 以这个国家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在那一段时间,我亲眼见证了新加坡人的拼搏精神 Fight到底 非常值得我们的敬佩 当时马来西亚货币和新加坡货币 新币和马币兑换率只是1.4 很少有马来西亚人优先考虑到新加坡做工 工作,因为两地的薪水差异不大 汇率的差异也是非常的不明显的 换到来差了一点点 所以我为什么要到国外工作 为什么要到新加坡做马劳呢 所以想法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已经是3点多 这一对三发技非常的大 我还记得当时我在Fight毕业的时候 马来西亚因为考得不好 当时虽然拿了很多A 还是申请不到就读本地大学 马来西亚就是有那种孤打字 那时候我真的不甘心 一些成绩不比我好的人都可以考进大学 而我却被拒于门外 这就是马来西亚的孤打字 很多年轻人都不甘心 因为觉得很不公平 到现在还有这些事情发生 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马来西亚独立都60多年了 想想看 这就是我们想要马来西亚进步的地方 好,就在那时候 很多新加坡公司在报纸上打广告 招聘马来西亚导工 那时候我也去印证 而且很快就得到了一份工作 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会英文 但是马来文不好,没有关系 马来西亚 马来文很重要 在新加坡,马来文并不重要 只要会华语或是英语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英语 所以你英语就要打好 你要在跨国国际公司上班 一定要学好英语 当时我是一个甘本家 就是在农村出来的 我的英语会写,会读 但是讲的不好 非常的困难 因为我们去到新加坡要讲英语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明白 但是讲不出口 我们的口语不好 这就是我经历的地方 所以在农村的小孩 还是在一些没有擅长于讲英语的国家 一定要学会口语 口语就会跟人家交谈 跟人家沟通 这样才可以达到我们学语言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好口语 写和读是要 当然你要明白人讲什么 你写和读肯定是要下苦 口语才是最重要的 好,回到我做工的时候 很快我得到一份的工作之后 我们在一家日本工厂上班 在新加坡温度这个地方 生活非常忙碌 从7点有时候做到晚上11点 做了10多个小时 但是薪水只有金币600块 跑出还有提供我们accommodation 有住宿 我们住在那边省了 但是扣除一些生活费 日常费用 所剩无几 生活非常的辛苦 在新加坡工作了三年后 我成功获得了新加坡的 荣久居民身份 就是PR status 有了这个身份 很快的我申请到南洋理工征兆 很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马来文不好 没关系 他还是给我们奖学金 我申请到奖学金 我非常兴奋 到时候我人生开始回复了信心 原来我还是被肯定的 所以我拿到奖学金的时候 我很感动 我觉得我还是被新加坡政府肯定的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不接受我这个成绩 所以我就心里里面 我一定要赌好 八分图强 当时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人才 只要你具备你的才能 很容易就获了身份 还为我们提供了奖学金 但条件毕业后必须在新加坡服务三年 我在求学期间 我跟你讲 非常幸运的 我收到一封可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信 但是我很纠结 这封信是什么信呢 这封信是非常有诚意的 来自新加坡政府海军的一个offer letter 这offer letter就告诉我 你在求学期间 你生活很辛苦 我还是发薪水给你 有一份薪水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 大概是千八块 1995年 千八开 1995年千八块薪币 我一个单身在新加坡是可以说很好的一个生活了 而且我又不用给这个学费 所以生活费都没有问题了 我拿到这封信了 我就很纠结 为什么很纠结呢 因为面对这个选择 我心里非常的挣扎 我到底要不要放弃我这个机会呢 还是接受这个机会呢 那我跟你讲 我纠结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如果是接受的话 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工作 很稳定的收入 不再需要为我的生活费担心 这个肯定接受 没有什么 肯定要接受嘛 有些朋友说肯定要接受 但是如果不接受 我可能就会错过一个千载难轰的机会 我来到新加坡的初衷就是赚钱工作嘛 不是吗 最终我选择了季节 因为我始终认为马来西亚是我的国家 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国际 就是这样子 所以人生有时候做决定 看自己 所以那时候是矛盾 一晃就过去了 人生一晃 年轻不载 就是你做了决定 不要后悔 好 那很多人问我 做出这个决定 是否有后悔吗 说实话 当我现在看到新加坡的钱币 新币这么高 一换三 有该高峰的时候三点多了 我们一千块马币换到来新加坡三百块 三百块 一千块马币换新加坡三百块 心里确实有一些不识滋味 如果我当初留在新加坡工作 现在的身价至少会比我们马来西亚好 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比换到新加坡 变得这么少 缩水了 以前是这么比一点四相差不多 如果我们这边一万million 可能我要1.4 million 换去1 million 现在我们换去那边三百千而已 30万赚的 损失惨重 所以 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如果我当初在新加坡工作 说到没有后悔 自欺欺人 对不对 当然马来西亚现在的政治不稳定 国家负债累累 这确实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来把马来西亚搞好 但是我们是一个角色 一个kampong boy可以做什么呢 重点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 我在新加坡工作了和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看到新加坡的一步一脚印 走到今天 这么繁荣 然后成为先进国 这样的过程呢 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小岛 人口只是三百万 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吗 他的人头脑有我们两个三个吗 不是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很肯定的 新加坡的故事告诉我们 马来西亚也可以做到的 其实国家需要一个有担当 有方向 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 我们的国家才会有方向和希望 看到很多国家的领袖 担当有方向有才能 才可以领导这个国家走向先进国 好感谢大家聆听我的故事 这也是我年轻时候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也不要走回这一些烟网路 要想好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回再见